主席個頭請教一下主委 請王主委 這個不是說被罵不要笑 這要知道錯誤要改正 這個不要人家做錯事或者做得不好 人家在檢討的時候 這個還嬉皮笑臉 我真的沒有辦法認同 委員的開場白有點奇怪 那你就問陳超明委員 那我的重點是這樣 就是說WTO今年4月已經公佈資料 主委你知道這個數字嗎 我不曉得委員在說什麼 那你現在在跟人家談服務貿易協定 那WTO公佈我們台灣有關服務貿易的這個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你也不清楚 這個請委員指教 012年的我們服務貿易的金額 又下降一年 現在是28 2000年的時候是第18名 那現在已經掉到現在大概掉了10名 那在這個服務貿易出口的部分 2012年我們的出口金額是490億元 被挪威跟泰國 泰國 那名次下降到第26名 那這個為什麼我們的名次會往下掉 這個主委你能不能告訴我說 以你在組長這個兩岸的這個服務貿易即將簽訂的這個同時啊 那個為什麼我們現在的這個 不管是我們的服務貿易的出口 為什麼會往下掉 那我們的服務貿易的這個總金額 世界排名為什麼會往下掉 這到底的原因是出在哪裡 呃 基本上這超過我的專業 所以我的確沒有辦法回答 這個怎麼會是你的這個 這是常識啊 你當國會主委 不得服務貿易協定 你現在說這個不是你的專業 這是專業 我承認這不是我的專業 我沒辦法回答 我這個引用啦 管宗敏政務委員的講法 新建委主委的講法 這我們現在服務業的體質啦 我們現在的服務業 幾乎都是靠什麼撐著 都是靠我們所謂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那生產在中國嘛對不對 但是這些 這不是服務業吧 你聽我講 品牌 售貨服務 等等這個支撐我們現在的服務業 這個也算是 台灣接單 對 海外生產那是製造業 生產是在這個中國啦 但是服務業外銷的我們這 服務業哪有外銷的問題 那是講是製造業 哇 你說這個真的喔 我真的不知道要這麼說 啊服務業沒有外銷 它不同的模式嘛 模式一到四 對 什麼叫做境外服 但是您剛剛提到 什麼叫做服務業的進出 服務業有四個模式 順差逆差 對 但是您剛剛提到海外接單 對 真的這樣不及格 這個基本上我看 因為這個的確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委員問我我試著回答 但是你這個 那麼簡單的一些問題 你現在跟我講說 怎麼服務業會有出口呢 服務業當然有出口啊 這個就是少數的情況 像這次服務號就根本沒有談 服務號這次就根本只有談模式三的問題而已啊 那個經濟部 來你上來幫一下主委 再浪費我的時間 佐治長 嗯 這個 這個我不是要消遣主委啦 這個抱歉啦 這個 這個次長 這個 這個管主委的講法 像類似這種台灣的這種服務業 像 新加坡香港 金融 或者是這個旅遊 泰國的旅遊 那 香港 這個 韓國的這種海 這個海運 或運輸 海外的營建 他這個都是強項啊 所以他支撐他的這個 每年的這個 這個 這個順差的這個金額 大概都四百多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我們的服務貿易 我們的到底 我們的總體的一個策略到底是什麼 這會牽涉到你跟中國 在談服務貿易協定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爭取哪些項目嘛 不是這樣嗎 那你告訴我們現在 我們的服務貿易裡面 我們的強項到底是哪些 我們的強項是哪些 我們強項是在 資訊業方面是我們強項 我們在那個 金融業是我們強項 我們在批發零售是我們強項 好啊 在運輸業是我們強項 運輸業是我們強項 運輸業是我們強項 所以 我今天要 不是要為難陸委會啊 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我們 我們服務貿易裡頭 我們台灣的強項是什麼 我們跟中國 假如你從兩岸之間的這個 貿易量的順利差的情況來做比較 我們的強項是金融保險 運輸物流 旅遊專利使用費 這個是我們的強項嘛 所以我們要從我們的強項裡頭 去檢驗你這一次的服務貿易裡頭 你跟人家談了什麼嘛 你跟中國有沒有要到這些東西啊 中國的十二五的發展重點 金融物流中醫要旅遊 有醫療體育等等這些項目 那你假如你中國跟香港的CPA來看 有法律 會計 建築 金融保險等等這個部分嘛 所以 我們 我們我們 我們要談的重點 那你這一次你跟中國你到底出價了哪 這些項目你到底出價了哪些東西 你要到什麼東西 這個你告訴我啊 總量你告訴我多少啊 貿易自由化程度有高了多少 那個 WTO的標準37 你現在要到多少 剛剛委員所提的這些我們的強項這一部分 我們多有去向中國去要 好了 這個我真的是 真的是感到很丟臉你知道嗎 第三 你金融保險你去要了一個汽車責任的錢 對不對 其他我們這些人獸保險 這些我們的強項 也沒有要到啊 對不對 不是這樣嗎 我坦白講 你們這個 去要了多少東西 中國答應了這個 這個多少東西 你必須去比照 你至少你去比照香港 我認為 你當然你必須具有台灣競爭的強項 不是 不是香港強的東西都是台灣強嘛 那你我們台灣強的東西 你到底要了幾項實質的東西嗎 你金融保險 運輸物流 旅遊 我剛剛講的專利費用的一個使用 我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啦 我說 我說你們你們這個談啊 真的是賠了富人又責兵 不是沒有道理的 你在講說啊 這個我們這次的電子商務跟出版業兩項 這個是對我們這個 這個是兩大重大突破 那我們就談電子商務 你先不要管這些所謂的 這一個ICP的執照申請 每年連Google都在抗議 對不對 每年的定檢 過濾關鍵字等等 這與國家安全有個資 我們先不談 那你電子商務做好啦 你有沒有要到 你有沒有要到我們的物流跟運輸 你有沒有要到 有 你要到什麼 你講給大家聽啊 那個電子商務這一部分 我們要求要到比 電子商務不談啦 我現在跟你講物流運輸 你有電子商務 你接下來就物流 就有運輸嘛 對不對 運輸也有要到 所以你有要到 是項目有要到 你深化成貨你要到多少 對不對 你開放的項目有沒有要到多少 這不是說有嘛 你這個自己算分數 你又不是外行人 對不對 你這些自由化 包括它深化成貨的一個比例 對不對 包括你說商業據點的一個擴展 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 有關這個 這個擴展的這些承諾 你要了多少嘛 就大家在問你這個東西嘛 你現在到目前為止 你送來的報告裡面都沒有啊 你送來報告沒有啊 汽車責任險 我們的金融保險比中國那麼強 對不對 每年的順差 我們這個跟中國彼此之間的這個保險 的這個順差 我們台灣啊 政府部門的每年這個順差是-6.4 中國是-167億美金 我們比中國強多了啊 對不對 保險你結果要了一個汽車責任險 金融 我們也比中國強啊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在我們相關的這個 包括旅遊運輸保險金融這個部分 你從這些標準去檢視啊 我坦白講這次簽的真的是不及格 我坦白講真的是簽的不及格 對不對 你你不管是從這個 每次都在講什麼中國開放的 什麼超過WTO承諾 你是在騙哪行啊 在騙哪行啊 對不對 中國本來對 WTO的貿易自由化的這個承諾的 這個他比例就很低 才37而已啊 比以發開發做都要來的小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他跟所有的國家簽FTA 本來對他的自由化提高的比例也不高啊 差距也不高啊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求的是說 你 你一方面 你要去真的是 我們整個服務貿易 我們的發展的一個重點策略到底是什麼 這個你要講清楚 對不對 你要先有你自己腦袋先有想法嘛 你才去談嘛 那談有沒有要到台灣的競爭力的強項 這個才是我們在關心這個服務貿易裡面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嘛 不是這樣嗎 你不要像這個主委一談算不知 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那這個是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不要再嬉皮笑臉 就是跟陳昭明講的一樣對不對 還要笑笑出來 他都笑不出來 我跟你講 我說細心接受 不要再笑 好 那我再問 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這問什麼都不知道啊 這是 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這次談 我們這次談 特定承諾的項目 我們有開放 他也開放嘛 對不對 我們要到大概65項嘛 好啦 那你這個服務貿易不是只有談這個特定 這個開放的承諾項目而已啊 那你有沒有跟他談這個補貼的問題 有 我們也在條文裡頭 特地有一條談這個補貼的問題 那你怎麼談 你補貼怎麼談 國家補貼這個部分 你怎麼談 原則上是不可以採行補貼或是補貼的措施 如果任何一方因為採行補貼的措施 而影響到另一方的利益的時候 另一方可以要求進行諮商來消除這個 好啊好啊 那這個是好問題對不對 你說你有談補貼 那我請教一下 這個有關緊急防衛措施這個部分有沒有談 ESM有沒有談 有 有沒有寫在白紫黑字寫在裡面 有沒有 談了談了就算 那有沒有白紫黑字寫在我們這個 這一次的服務貿易協定裡面 這個部分 我們雙方是有 就緊急防衛措施來進行諮商 我知道啦 有沒有 有沒有白紫黑字寫下來嗎 還是談一談就算了 在服務貿易是沒有 但我們在貨貿易是有的 我現在 現在要簽是服務貿易 你在講貨品貿易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補貼 你有沒有寫到條文裡面 有補貼有寫條文裡面 那你的這個 這個一旦發生這種不公平的競爭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小他們大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小國對大國 這種所謂的這一種 防衛措施 這個很必然 你要寫到裡面啊 你這個都爭取不到 那一味的開放 萬一真正發生說 說這種 這個不公平的這種 這種貿易的情況之下 那你怎麼處理 我們會 我們在條文裡面寫 可以要求諮商 然後要求對方改正 這些不這樣 你諮商 你要沒有這個 你可以禁止 禁止進口 或者是禁止這些特定承諾 你把它禁止的 或這個相關的這個項目的規定啊 你又沒有寫 那你這個這個 就不是ESM啊 不是嗎 在貨貿我們是有寫的 你貨貿你就是服務貿易 沒有你今天是終於把你的福利尾巴露出來 你的服務貿易裡面沒有寫 這個才是我們最擔心的這個部分 我跟委員報告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為什麼沒有 是因為 大國小國小 大國都通常不會去 去管理對小國的貿易衝擊嘛 所以我們當然 在中國來講我們是小國啊 對不對 你當然要去爭取啊 不是嗎 因為我們都是參考WTO的規定 我知道 參考WTO以後 ESM的規定啊 只是說大家現在沒有簽而已啊 WTO服務貿沒有 我知道啦 是因為這個大國小國之間的貿易量的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要去爭取嘛 你ESM這個沒有萬一這種 發生這種不公平的這個競爭 當中國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服務貿易 這個跟台灣產生這種失衡 對台灣產業造成衝擊的時候 你也沒有一個停止條款 或者一個防衛機制啊 不是這樣嗎 那你這個簽了 這個簽了不是 不是簽了等於白簽 你怎麼怎麼 最後怎麼怎麼去處理 你就開了就沒有辦法進來 你只是協商協商還是一樣啊 不是這樣嗎 那個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在國內的入資來台投資許可裡頭的辦法裡頭是有針對 如果會影響到我們產業或是國家安全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採取 這個不是 採取什麼措施 就是 停止它 或是那個 暫時就是它的它的服務業的投資 我們可以不同意它進來 你我跟你講你這條中國也有 你你自己回去找 這個是雙方大家要講好的 你去跟它談 這個就是要把它列入這個協定的一個條件裡面嘛 不是嗎 要不要再去談談看 不用啊 沒辦法 回不來的 我們將來WTO如果說是有 有新的發展規定的話 我們雙方也同意會再繼續進行諮商 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你這沒有談 我最後問 不好意思 你那個經濟成長預估0.57怎麼來的 服務貿易簽了以後0.57怎麼來的 這是假設 我們服務貿易 你根據哪一年 是不是根據我手上這份規定 這個報告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影響評估 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98年7月29號 是的 你這個舊資料還好意思拿出來抄 對不對 當時還說這個簽了以後 GDP會增長5.7 結果2011年 經濟成長率4% 2011年也是10% 馬上就往下掉對不對 市場佔有率你自己回去抄看看 FDI 所有的投資比例全部都是滿江紅 都是2011年還-19.6億美金 你去央行查國際收支帳 對不對 所以你ECPA你根據這個舊模型的一個推估 你當時ECPA已經失準 大家都常常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購病說這個是灌水 的一個報告對不對 你現在還拿這份灌水的報告 告訴我說 這個跟2009年所推估的這個模型一致 還有什麼0.5G 這根本是隨便交差了事 這個我沒有辦法同意我坦白講 假如說這種報告用這種敷衍的態度 應付我們國會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好接下來高進數沒完